各位同仁,内政部理部长及各位长官,请部长,好吧 委员长 部长,您好 几个问题简单请问 第一个问题 提到了合作税盈余的分配 是 这个部分,行政院的版本好像没有特别名文的规定,是吧 我没有 盈余分配 盈余分配以及节余的归属 有 你们的行政院的版本,你们的名文规定哪个部分 要怎么做 盈余的部分,盈余的部分 依照合作税法规定是 10%是提供基金 10%是提酬劳金 然后 公益金是自成的 所以您这部分没有修 你们这次的版本没有修 就是酬劳金的部分本来是定额 10% 现在是修以下 对 所以你们没有 我的重点是在于说你们 那其余呢 其余就 其余部分盈余的部分没有修 但是供益金的使用有做规范 对 我建议就是说 本来很多合作社的这些会员 或者说这些民众 他有认为说 事实上他们对于这个盈余的分配 或者结余的这个归属 会有希望有更多的弹性 也就是说 他们可以定在章程里面 或是由社员搭配可以做一点弹性 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这个法律 都把它定的这么 而且用途只能在这方面 事实上对于这个合作社的健全发展 可能是有一些考量 但你们这次没有修 没有关系 我们如果有必要化立法院 我相信委员可能也会再提 提修正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请问部长 是 那个大家都关 今天很多委员都关注大普案的问题 是 是 我想问一下 大普案的这个 因为时间上诉的期限就快到了 没有 有收到判决书以后20天 对 对啊 所以你们还没收到 还没收到 还没收到以后 收到以后 如果正式收到以后 然后20天 20天之内一定要 包括春节 20天不会到春节了 收到差不多 不一定啊 你们说不定10几号才收到啊 对不对 不会那么慢的 我们预估是这两天就会收到 好 如果收到的话 您会跟您的长官 包括院长 包括这个 甚至于如果总统要表示意见的话 您是独立判断 请部内的这些法务专家来研究 还是说您刚会如同这个媒体所言的 报导的说 你会横租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不上诉 还是穷尽所有的办法 发现都都都都都没有办法的话 好 才才上诉 所以如果有任何机会的话 这就不上诉 我们 还是因为您听长官的指示 不会不会 我们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同仁 法务同仁 做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判断 嗯 然后兼顾 请理法 我们内政部做出我们的决定 当然我们最后决定 叫 请理法最优先的是法 还是最优先人情 我觉得都要兼顾了 因为这件事情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冲击 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 当然是这样子的 呃 同时我们要检讨我们的徒征 是 徒征的办法 这同步在进行 个案跟通案同步进行 个案跟同案在同步进行 但是绝对不会有太多政治考量 不会太多政治考量 是 不会有太多政治考量 那如果是市长官的意见是希望倾向于上诉 包括总统或包括吴副总统 目前没有这样的指示 而且因为判决书你们都还没收到嘛 我知道 但是目前没有长官做这样的指示 那如果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 您是坚持要独立请同仁独立判断 如果长官想说 哎呀 这个东西 怕说立下一个例子 将来怎样怎样怎样 好 而且过去马总统在东兴大楼上 都是坚持上诉到最后定验了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 内政部就不上诉 那以后会不会变成 行政程序上的一个特例 不要讲说是非对错 行政程序上的一个特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变成 你的意见跟长官意见不一样 那甚至于这波内政 这个内阁调整 如果因此而产生了 就是一般很多民众希望你留下来 那因此而产生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不利的因素 你会不会考虑 我不认为会造成这样的 但是我还是认为我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们内政部站在我们主管官署的专业立场 做出专业决定 然后当然要最后决定 很会跟长官报告 这是 跟他告知而已的 报告 报告啦 然后 当然长官的意见我们要参考 但是我们还是由我们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立场要坚持 因此而影响职务也不在所不惜 那不在考量范围 在所不惜 那不在考量范围 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还是我尊重 因为这位政务官就要担当 所以政务官的担当 除了长官的意见之外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对这个职务的考量 我觉得是专业的判断 同源的专业判断 好 我同意 因为你尊重你们同源的专业判断 但是有很多不会说 还是不尊重专业判断 说实在这也不完全是我的专业 所以我一定要尊重我们 这个都市计划土地征收 跟我们法规会同源的专业判断 好 那如果同源建议要上诉 你会不会说 因为我要表展现价值 我就不上诉 不上诉 这个不无关于个人的任何的东西 也就是说同源建议 同源认为说 依照程序要走完 我要上诉 你就说好 我们上诉 但是 如果同源说 这个兼顾 这个法理情 情理法 或理情法 不管怎样 好 这个 还是 这个 以不上诉为一 那掌握的压力你要扛下 对 当然 是吧 当然 充分尊重同人 对不对 充分尊重同人 但是 我也是觉得 我们也 必须强调 要给民众 所有的空间 这是 在法上面 我们要给民众 那怎么叫 充分尊重同人 不是 就是同源跟我讲说 以前的习惯是 要上诉啊 以前的习惯就是 我根本不看了 我就上诉了 上诉到最后再说 对 那这次我们就说 要看一下 我们不是看一下 仔细看 研究一下 仔细研究 我们替民众 找到他的空间 我们非常积极的 想办法找到空间 这样就永远是了 对啊 所以我们这次的 主理态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同人要求说 为了把握自己 为了把握公务员 反正我们先上诉再说 这种态度 你也会反对就对 对 当然反对 不是说我很被动 说你告诉我什么 我都吞下来 不是这样 我们尽量 替民众 找到他的空间 除非找不到 除非实在找不到 我们才会做出一个 很不得已的动作 但是我们一定会 尽最大的努力 这是我现在 给他们的一个原则 是这样的 是 好 谢谢部长